各位主内的兄弟姐妹,你们好 我们是否能像圣母玛利亚一样 勇敢地走出自己 看到天主的作为呢? 让今天12月21日的美之圣言 陪伴您祈祷与反思 思想化为行动 现在让我们静下心来 聆听这段圣言 《路加福音》第一章第39至45节 玛利亚就在那几日起身 急速往山区区 到了犹大的一座城 他进了扎加利亚的家 就给伊萨伯尔请安 伊萨伯尔一听到玛利亚请安 胎儿就在他的腹中欢悦 伊萨伯尔虽充满了圣神 大声呼喊说 在女人中 在女人中你是蒙祝福的 你的胎儿也是蒙祝福的 无主的母亲加领我这里 这是我哪里得来的呢 看 你请安的声音一入我耳 胎儿就在我腹中欢喜踊跃 那信了由上主传于他的话必要完成的 是有福的 玛利亚说 我的灵魂送扬上主 我的心灵欢悦于我的救主天主 感谢天主 玛利亚听完天使的领报 也听到天使说他伊萨伯尔怀孕了 便急速往山区去拜访伊萨伯尔 从纳迦勒到犹大山区 大约有130至160公里 差不多是台北到台中的距离 你可想象当时的交通没有今天方便 玛利亚一个人出发 难免是个冒险 为什么他要这么做呢 也许是为了确认天使加贝格尔对他说的话 也许是为伊萨伯尔开心 想去祝福他 也许是想到伊萨伯尔年老生子 需要多一些帮忙 也许是想有人分享自己刚刚答应天主的事 无论玛利亚心中想的是什么 他的行动证明他不是那种被动的女孩 而是积极主动的去行动 我们是否有玛利亚一样的积极主动呢 有时候我们游戏 有时候我们渴望改变 渴望知道天主的旨意 渴望找到某些答案 但一切只是渴望 没有采取实际行动 我们害怕失败 缺乏自信 不愿为自己的梦想负责的态度 让我们的梦想永远只停留在白日梦 没有一点下文 比如说 我们梦想找到好的对象交往 但却没有采取具体行动来改善自己社交和人际关系 我们希望能有更好的工作 但却不愿意从困难和失败中汲取智慧 成天只爱抱怨环境不好 我们希望教会能更有活力 吸引更多年轻人 自己却不愿意亲近年轻人 聆听并接纳他们不一样的想法 玛利亚踏出自己舒适圈 结果透过伊撒伯尔得到确认 天主的应许是真实的 我们是否也能透过勇敢走出自己 看到天主的作为呢 请品尝圣言 玛利亚就在那几天起身 急速往山区去 到了犹大的一座城 也在我们生活中活出圣言 你的梦想和好意 是否只是一些想法 还是你会采取具体的行动来实现它们 最后 让我们全心祈祷 天主 谢谢你告诉我 只要我走出自己去行动 必会有你的祝福 谢谢您的聆听 愿天主将扶您平安喜乐 我们明天再见